HELLO OUTLANDER的車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要直播分享我們兩地同時直播 第一個是OUTLANDER的那個粉絲團裡面 第二個是我們KT自己的家族裡面要做直播 然後在原來的車主呢 他本來是裝原廠的避震器 那其實也有改過了幾個不同的這個車主 之前也是開舊款的OUTLANDER 然後剛換新款 那也有露營的需求 所以今天改裝避震器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它的操控性呢 會更好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避震器 拆下來的這裡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一台呢比較特別 因為四輪驅動的版本比較少 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原先的車高呢 前面的話是大概四指幅再多一點點 因為輪胎的規格稍微有加大了 寬度有加大了 本來是225現在改成235 所以輪胎的規格稍微有加大 所以它的車高呢 原先是大概四指幅再多一點點 那預計呢今天要降到三指幅了 那這一套避震器呢 是高低還有軟硬都是能調整的 高低呢今天會把它落在大概三指幅左右 比原來的略低一點點 後面的話呢也是大概三指幅左右了 前面的話呢我們大概調整好了也安裝好了 這個是原廠呢 它有一個煞車油管 還有ABS感應線 這個的機構呢是用鎖在這顆螺絲上面 所以這個的固定扣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另外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位置 這個離載串的固定位置呢 也是就都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所以離載串的規格也不用改 那這一套避震器KT的 它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而且呢上座都是有附上座的 所以原廠的上座就直接拆掉不用使用了 那阻尼的話呢軟硬 一般上的軟硬就是從這裡做調整 順時針一個就變硬 這樣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那等一下會先設定大概在15段左右 又就是剛好是中間值左右 這是附的上座 這個上座也很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它的橡膠的硬度呢 比原廠的硬一點點 第二個裡面的有一顆軸層 那一個軸層呢是使用日制KOYO的軸層 然後裡面的避震器裡面的主油風 裡面有一個油風呢 裡面的耐用度就是 電池的耐用度就是在油風跟主寧友 油風的部分使用的是日本的NOK油風 主寧友的話呢就是用 義大利原裝一整桶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寧友 這個是KT的用料部分 那高低 高低可調的部分呢 並不是靠壓彈簧呢 預載彈簧來改變車高 它是靠角座的長短 往下調的話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所以它的車高就變高 往上調的話呢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一套呢 即使呢要做一般海拉的風格 要降到暢冷也都沒有問題 那最高的話呢 差不多就跟原廠的幅度一樣高 那其實也都可以定製啦 那車主有要入營需求 也要比原廠 車高略高的話呢 也都可以定製 之前大概是 沒多久之前有分享過的一台 也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一個車主的話 它的需求就是要比原廠 略高個兩三公分左右 這個都是可以定製的 這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後面的話比較特別 來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避震器 Outlander 或者是 大概同一個底盤系列的 Fortis 它的上座啊 都在這裡 我們的話呢 前後都有附上座 都有附上座 那這個 來看一下 手指頭筆的這個地方 這就是後輪驅動 後輪驅動 有一個傳動手 所以這台的版本 是四驅的版本 後面的阻尼調整方面 就是這台車比較 安裝會比較耗時一點點的地方 它的後面呢 阻尼調整呢 正常來說 需要把避震器卸下來之後 再從上面這裡做阻尼調整 因為上部呢 並沒有維修孔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呢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 就會稍微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那KT呢 有附了一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在這個 這裡呢 有一個延長調整的機構 這個延長調整機構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軟硬的 一樣 順時針呢 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硬 就是 就在這裡做調整 所以這一邊呢 還沒有安裝好 這邊呢 就在做一個磚孔的動作 等一下一樣會磚一個 磚一個 小孔 然後讓 鼠尼調整的機構呢 能夠從那邊調整上來 從這邊 來 這個是 上部的調整機構 這樣就不用把 避震器卸下來做調整的 比較方便 後面配置的 後面的配置 這個 16年 還17年之後的 Outlander 它的版本不太一樣 它的跟舊款的便器呢 這個的 下角的寬度 不太一樣 這要特別留意一下 這台是四輪驅動的 那這裡 有一個 楊角調整機構 原廠的話呢 這個是不能調整的 如果 車油的 車高呢 也要降低的 幅度很大的話呢 就會建議 要改這支 楊角調整器 讓它 這個車身 降下來之後的 Tamber的角度呢 變成 幅度比較大之後呢 就比較有可能 會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當車身降下來之後呢 就建議了 要改楊角調整器 那今天的話呢 車油的 降低的幅度 只有一點點 所以就不需要 再改這個 楊角調整器 這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角座呢 在這裡 一樣可以從這裡做 處理軟硬的調整 從這裡做 那個高低的調整 這是我們的 發泡的饅頭 對這一台是 17年 四輪驅動的R-Lander 現在前面都安裝好了 就只剩下左後 安裝完畢之後呢 就要做一下 入試 就可以做試車了 看一下原廠的避電器 這台原廠的避電器 狀況還不錯 如果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比較常發現的 就是它的上座呢 都一定 R-Lander一定會有歪斜的狀況 這一台也有歪斜的 這台幅度還蠻大的 這樣看得出來嗎 它的上座 沿用原廠上座 它會有一定的斜度 用久了之後 上座都會有一點斜斜的 Police R-Lander都一樣 從這裡應該看得蠻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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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已經有偏斜一邊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在R-Lander 還蠻常見的 還蠻常見的 因為它的上座其實 是有斜度的 它只是利用原廠的彈簧框住之後 讓它的斜度 能夠自己在車底上做校正 這個是R-Lander的後面避電器 原廠的 好OK 那今天的安裝 差不多快告一段落 只剩下左後鑽孔 就能夠完成了 那如果車友們對這樣的 B電器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做留言 我們小編都會跟您做回覆 謝謝大家 掰掰